近日内地芯片制造一个中芯国际披露了一条信息 那就是停止扩大28纳米芯片产能 为此很多网友表示担忧 要知道28纳米芯片可以满足75%的场景 我们日常使用的家电、汽车、物联网、WiFi等 都是28纳米以上的芯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尼光南曾公开表示 只要解决了28纳米的国产化问题 打通整个芯片生产链 我国绝大部分的中下游产业就能实现芯片自给自足 那么如此重要工艺为何突然停止扩产呢 一方面是成本问题 芯片制造离不开光刻机 但是光刻机价格昂贵 折旧周期短 基本上5年左右就要更换信贷 再加上维护保养费用 可以说没有多少企业承担得起 中芯国际在2019年时就花费了十几亿用于设备折旧 加上近几年不断的新建厂房 成本也是高居不下 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的资金状况 不能一味的扩产 另一方面是进军先进工艺 与其继续扩大28纳米产能芯片 不如进军先进工艺 这是中芯国际的解释 这里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 那就是7纳米工艺进入了工艰站 很可能在未来2-3年实现量产 中芯国际在2019年实现了14纳米量产 2020年4季度 量品率已达业界产量水准 2022年实现了12纳米芯片量产 根据市场经验 中芯国际下一个制造节点就是7纳米 早在2020年12月 中芯国际CEO梁孟松就公开表示 公司已攻克7纳米技术 只带EUV光刻机 如今中芯国际主动停产28纳米芯片 进军先进工艺 从侧面反映出国产EUV光刻机技术 已经成功突破 2006年荷兰ASML成功交付了 两台EUV光刻机 标志着芯片工艺向10纳米以下递进 如今已经过去了17年 国产EUV光刻机仍未交付 因此市场上开始狂吹EUV技术 多么高深多么困难 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能独立研发 ASML的高管嘲讽地说 即便把图纸公开 中国也制造不出来 其实ASML的EUV技术 同样是来自第三方 一个名字叫EUV LLC的组织 EUV LLC组织成立于1997年 由英特尔和美国能源部牵头 汇集了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 IBM 摩托罗拉 AMD等芯片巨头 同时ASML又联合了西门子 蔡斯等多家公司 确保零部件的供应 最终售价高达12亿元的 EUV光刻机成功研发出来 仅供应商就达到2000家 零部件多达10万个 此外还包括4000个精密成轴 3000多条线缆 2公里管道 如此多的技术及零部件 ASML仅掌握了10% 也就是说ASML其实更像是一个 EUV光刻机组装大厂 为了体现出EUV光刻机的难度 ASML也公布了部分理论知识 例如高难度的EUV光源 光学透镜 双工作台 EUV光源 EUV光源是波长为13.5纳米的 机子外光 自然界中没有 只能人工制造 它通过一台30K瓦的 大功率激光器 射出5万次每秒的高频激光 击中直径2微米的Cd 最终产生13.5纳米的 机子外光 光是低部制造 30K瓦的激光器 就难住了众多研发机构 再加上后续工艺 校正 稳定性等 更是难上加难 光学透镜 光学透镜由德国蔡斯提供 其他厂商达不到要求 蔡斯在光学透镜领域 打磨了200多年 绝对是炉火纯青 全球绝大多数电子线微镜 都采用德国蔡斯镜头 它可以让学者们 看到更多的事物 EUV光学透镜要求 平整度达到普通镜片的 100倍 简单来说 把普通镜片从北京 拉伸到上海 会出现2米高的凸起 而蔡斯的EUV光学透镜 近2厘米 为了确保EUV光源 不被吸收 镜片表面 还涂有多层镍 木合金 这层薄膜 这层薄膜也是纳米级别的 双工作台 工作台是光刻机的核心系统之一 它承载着晶圆制造时 所需要完成的高速精密运动 包括上下片 对准 晶圆面形测量和曝光等 双工作台 顾名思义 就是有两个工作台 同时工作 一个负责测量 一个负责光刻 二者可以交换 或同时光刻 效率为单工作台的三倍以上 双工作台对同步型精密度要求更高 ASML的双工作台 已经做到了2纳米 为全球领先 简单来看 发现EUV光刻机 绝对是高大上的设备 而且要比原子弹 氢弹 洲际导弹 难度大多了 实际上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EUV技术已经研发了近30年 EUV光刻机也诞生了17年 到今天已经是成熟技术 成熟产品 我国的综合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研发投入 人才培养 市场规模早已提升几个等级 我们集中力量去搞一个 已经成熟多年的产品 难道搞不定吗 2018年 我国列出了35项 被美国巧脖子的重大项目清单 5年间我们攻克了21项 包括芯片 操作系统 燃料电池和锂电池 那么EUV光刻机呢 我只能说已经快了 否则ASML日盆也不会左右摇摆 国产EUV光刻机进展如何呢 由于涉及到国家机密 真正官宣的技术 数据非常少 以我国的作风 一旦官宣就是王炸 经过多年研发 国产芯片整体实力更上一层楼 EDA工具实现14纳米全覆盖 部分突破5纳米 3纳米 龙芯架构全面成熟 RiskV架构处于领导地位 芯片设计全球领先 诞生了海斯平头哥等公司 封装技术达到4纳米工艺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最薄弱的是制造环节 目前12纳米 且设备大多采用 每日合产品 尤其是光刻机 早在1965年 我国科学家就研发出 接近接触式光刻机 那时候ASML都没有成立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芯片一堵停滞 光刻机的研发也终止了 2000年 我国下决心研发光刻机 成立了上海微电子 并组队到荷兰ASML参观学习 十几年后 上海微电子量产了90纳米光刻机 但机贼的老美迅速修改了瓦兰娜协定 ASML趁其向我国倾销64纳米光刻机 抢占市场并打压上海微电子 于是我国提出了双线并进 一方面研发DV光刻机 确保工业航天事业 另一方面研发先进的EV光刻机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 国产EV光刻机攻克多项关键技术 反射透镜方面 2015年长春光刻锁研发出一套反镜射系统 镜片上涂有误差小于0.1纳米的金属反射膜 基本符合EV光刻机标准 这套发射镜系统仅次于德国蔡司 但是镀膜设备是进口的 2021年7月中科院旗下的北京中科科美成功研制出 线性劳厄透镜镀膜装置和纳米聚焦透镜镀膜装置 镀膜精度控制在0.1纳米以内 成功地解决了长春光级对镀膜设备的需求 双工作台方面 哈工大在2022年成功研发出真空用超高精度激光干射仪 位移分辨力5pm 位移测量标准差达到30pm 接近于ASML的最高水平达到了EV光刻机的要求 清华大学和华卓科技研发的双工作台已经问世 精度为5纳米 距离ASML的2纳米精度仅一步之遥 EV光源 光源系统方面 我国的研发进度扑朔迷离 中科院可以研发出先进的EV光源 但是磁控去污染技术 吸液体发生技术 激光颈脉冲技术 高功率二氧化碳 激光器技术尚未公开 但根据4月13日新闻消息 猜测EV光源技术已经突破 2023年4月13日 长春光机所官网发布消息称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白春李 到长春光机所调研 对光电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高度肯定 可以说这是首次官方证实了 我国研发出EV光源系统 按照我国惯例 重大产品问世必然会通过相关测试 才会邀请领导调研 很明显 长春光机所的EV光源系统绝不是样子货 必然是达到了可用级别 这绝对是出乎意料的好消息 因为市场一直认为 国产EV光刻机 没有10年是造不出来的 按照现在的进度 2025年就能制造出样品机 2030年实现量产 看到中国光刻机的进度 ASML再也做不住了 CEO温克宁先是3月份访问中国表态 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满足中国需求 到了4月份居然说 中国自主研发光刻机将破坏全球产业链 温克宁为什么前言不答后语呢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ASML公司卖给内地企业1000多台光刻机 赚得盆满铺满 但如今这笔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国产光刻机进展神速 DUV EUV双线突破 能在不久的将来 国产14纳米 7纳米芯片将成为可能 届时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台积电 三星ASML也会受到威胁